你還是要幸福 我才能確定我還得很清楚 確定自己早點我會 BB田富貞原定9到12號要在高雄巨蛋 連續舉辦四場一一巡演 但卻臨時在8號深夜貼出公告喊咖 表示田富貞因重感冒失聲 決定忍痛炎祺至16號再行演出 先前已經因疫情延期 這回在開演不到24小時之前 臨時宣布延後 讓不少粉絲感到錯愕 面對突如其來的消息 就有粉絲表示 不是不能體諒Hebe生病 只是真的太臨時 更多粉絲擔心 才延後一周 這樣Hebe休息是否足夠 隨後Hebe也在個人臉書上發文寫下 對不起大家真的非常非常抱歉 明天就要演出了這麼緊急的宣布延期 造成大家各方面的損失及麻煩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道歉 邊看完了大家的留言邊掉淚 完全能體會大家失望的心情 一發現生病開始 身心沒有一刻不煎熬 彩排拿起麥克風唱 發現失去了大部分的聲音 緊急使用淚固醇急救後 卻掌握不了自己的聲音 醫生開了萬不得已 要往聲帶直接注射的淚固醇 但如果每天用這種方式演出 會不會從此就真的失去聲音 最終團隊才決定將演唱會延後 看到田復甄的發文 也讓不少粉絲心疼 他如今身心煎熬的情況 也希望Hebe早早康復 粉絲還在等你呢 愛 被愛的背對著 愛 回來 我們從心中逆 我們從大到底想出來 我们把好识的 我们把天才的意义 我们把爱意义 我们把想法秘义 我们把爱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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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 他们把脑 sending